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勒令执行120小时的社会服务 事实上 当时检方检查的过程中 朱志勋毒品检测结果其实为阴性 但朱志勋依然在接受调查时承认了所有的嫌疑 对此 南韩网友纷纷表示 好帅气啊 最近看到他努力活动的样子真的很欣慰 即使犯了错 但愿意勇敢承担自白努力活动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很好 其他有些人明明做了 但还是死不认错 死皮赖脸的继续活动 诚实的认错 接受惩罚之后回归的样子真的很棒 千万不要再犯了 在对明星丑闻零容忍的韩国演艺圈却成功翻身 如今成为了一线男星与刘亚人等人同台竞技 年近不惑的朱志勋早已褪去了鲜肉的滋嫩和青涩 而变得沉稳 对于往昔 他诚恳道歉 对于未来 他满怀期待 做任何事情都在寻找乐趣 严重的事情也会笑着挨过去 年轻时 朱志勋的家庭并不算好 全家八口人 全靠着父亲一个人赚钱为生 但朱志勋并没有因此而难过 这反而养成了其独立的人格 年幼的他便学会送报纸 端盘子 以补贴家用 好在后来父亲的工作越做越出色 母亲也开了一家美容院 家境越来越好 可朱志勋并没有因此而懒惰 他依旧坚持不拿家里一分钱 高中时 朱志勋的成绩不好 在钢琴老师的偶然提议下 身材高挑的他决定定寻出路 应征模特 彼时 他一个月兼职只能赚15万韩元 连拍第一张模特简历照的衣服 都是向同学借的 但在照片洗出来后 自卑的朱志勋却选择放弃报名的机会 还是在朋友的坚持下 他才同意寄送了两张照片去杂志社 没想到朱志勋意外当选 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模特生涯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朱志勋也如实拿下了 韩国模特圈的许多奖项 随着在模特圈的名声越来越大 一些导演开始向他伸出橄榄枝 2004年 他在电视剧 《甲欧宗廷家》中担任配角 他的表演天分也很快被开发 没过多久 他就被邀请主演电视剧工 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朱志勋却认为自己实力不够 考虑到导演过于严厉 抑郁拒绝 还是在经纪人的劝输之下 他才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回忆这段表演经历时他说 我真的不会演 当时有人说我演技太烂 片场环境对我来说很陌生 但我表现出来的声色与声音 反倒与角色吻合 然而有些人就是天生自带幸运属性 虽然朱志勋的演技声色 但并不能阻挡工一波激火 风靡亚洲 他自己也凭借着出众的外形 和挺拔的身材一夜爆红 还获得了NBC最佳新人演员奖 但得奖后 朋友们却总是吐槽他 装嫩 老大不小又穿上了校服 这让朱志勋很灰心 于是 他更加用心雕琢自己的演技 再也不演偶像剧 转而开始和刘亚人 申敏儿等人合作 立志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演技派 然而登得越高 摔得越惨 彼时风光无限的朱志勋开始有些飘了 在工作中担任拼命散男的他 私生活却越发混乱 2008年 朱志勋被韩国娱乐圈的毒贩子 尹瑟希指出吸毒 一开始拒不承认的他 被警察在家中搜出吸毒用具后 才投案自首 一时间 朱志勋从南韩人见人爱的高冷心王子 变成了人人坦打的国际老鼠 还惨遭各大电视台封杀 事业一蹶不振 而2016年 一组相貌不明男女的大尺杜照 在韩国社交平台上疯传 图片附上说明文字称 这些是从朱志勋手机中流出的艳照 他一时又陷入艳照门 还牵连了自己当时的女朋友孙嘉仁 不过朱志勋所属公司Kaius表示 私生活外泄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将对最先散布留言者 以及扩散者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来应对 此外 对于未经事实确认 胡乱报道的部分舆论媒体 也将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应对 另一方面 家人所属经纪公司方面也表示 网络上流传的与家人相关的留言并非事实 将对最先散布者 以及最初暴道媒体采取法律的手段 也许是一切如戏剧般来得太快 走得太快 这种经历让朱志勋幡然醒目 决心浪子回头 他开始自省 并专心磨练演技 在韩国 人们对明星的义德是十分严格 对于那些犯罪的明星几乎是零容忍 然而朱志勋却成了例外 丑闻缠身被封杀 又因服兵役而消失在荧幕前三年 但他很快卷土重来 他由此迎来了示意的另一个顶峰 因有前科的原因 许多公司都拒绝与朱志勋合作 但在韩国有着极高国民认可度的裴永俊 却选择把他迁到了自己的公司 公司尽心尽力捧他 加之他自己善于交际又肯努力 很快便开始在公众事业中频频现身 在服兵役期间 他和李准基合作了 纪念朝鲜战争60周年的影片《生命航海》 该片不仅拿了奖 还收到了国防部长的褒奖 又在《我是王》中挑战一人分尸两决 虽然电影票房惨淡 但已足可见朱志勋付出的决心 后凭借着电影《坚诚和好朋友们》 他在电影圈站稳了脚跟 虽说朱志勋曾劣志斑斑 但他也明白 如今想要在娱乐圈闯出一方天地 外貌固然重要 但更应该凭实力说话 他变得愈发沉稳 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何正宇就曾评价说 他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他的表演方式很古典 让人放心 而2016年 好友金南吉更是自愿放弃自己在电影《阿修罗》中角色 选择让给朱志勋 足见他的好人员 他也因此到为感动 表演起来更加卖力 也是这个角色 朱志勋彻底洗白 成为了演员中实力派的代表 他在暗杀无数中扮演杀人魔 原本导演还担心秃头角色会让演员有负担 但朱志勋选择了替光头发素颜出镜 最后该片让他拿下了韩国电影制作人协会最佳男主角奖 也因此带了一年的假发 而在那之后 他更是凭借着电影《特工》获得了青龙奖和辅日奖的青睐 2018年 朱志勋凭借着过硬的演技和优秀的作品 成功挤身于素有韩国好莱坞之称的《中午录》 深知圈内人笑称 2018年是朱志勋年 在韩国演艺圈 如果被冠与《中午录》标签 则意味着演技与地位居于金字塔的顶端 如宋康浩 崔敏直 刘亚仁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9年 王妃出品的《王国》更是让整个朱志勋成功的在欧美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出圈 在剧中 他扮演一位心系天下的世子 与国剧巨星 裴斗娜对戏 据说这部剧男主一开始找的是宋仲基 却被对方拒绝了 这才让朱志勋捡了个漏 虽然王国第二季褒贬不一 但不可否认朱志勋的演技却一直在线 谈及自己的角色时 他曾坦言 因为身高的原因 学舍间很费劲 但好在坚持了下来 对于人们的关于自己的演技的称赞 他却是十分清醒 表演 我永远不可能战胜他 我出生了一万三千天了 没有赢过一次 至少输了不下一万三千次 如今的朱志勋更愿意出演自己喜爱的角色 更在意如何磨练自己的演技 而不是过分注重观众的认可 因为差评很多是非难 而好评则是粉丝心态 并且永远不可能有百分百的满足 朱志勋的成名经历称得上神奇 从无名小卒到一夜爆红 从劣迹斑斑到如今的中午路男神 他也从未放弃自己 也从未停下脚步 有许多人羡慕他已经到了事业的巅峰 他却否认 他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曾经失去过 现在才会被加爱惜 对于未来 他说 我只需坚持不教不造 不卑不坑 努力做好自己 终于当下埋头苦干